讓我擔任組長 所以我開始來學習怎麼樣的歷練 那林靜天校長 最有膽子了 讓一個新任主任去接總務 而且一開始呢 我就招了900多萬的午餐食材 我那時候跟校長說不太會 校長說沒關係 做什麼就知道 謝謝林校長 讓我能夠擔任主任來學習 那至於我們李正宗校長 我都參加他吉祥校長 正宗校長呢 是讓我能夠擔任校長 學到最多養本 我每次看到我們李正宗校長很優雅 每次都說沒關係 然後隔一天事情就過了 所以我要學習李校長的優雅 那現在的許莉莉校長 我也要感謝他 這兩年的領選 都拜託校長 還有我們家長會 有醫官會長 醫官會長 還有我們的市捷會長 邱平會長 還有呢火王會長 火王會長剛剛不是在嗎 可能有事情先離開 那另外我們玉如主任 非常謝謝 因為這幾位貴人 都是帶著我到處的拜訪 才有今天能夠站在這邊 站在國安國小跟各位問候 那這樣子一個三十二年 十四年主任的歷練 我想我以後會在國安國小來繼續 把我的這個教育熱誠發揮 那也期待我們國安國小的師長 所有的師長跟我們的家長會 還有我們的教育資工隊跟我們地方 希望我們這麼多里長 還有我們的立委議員 來繼續給真榮支持 讓我們的國安國小能夠越來越好 那真榮也希望能夠帶給國安國小的師生幸福 我希望這是一所幸福的學校 我們用愛與關懷 讓所有孩子找到他的天賦 讓他們都成為未來的人才 也希望所有的老師師長們在這裡教學 非常的愉快有成就 更希望我們的家長能夠很放心的 把孩子交給我們 做一位全力支持我們國安教育的一個夥伴 好夥伴 那今天真的真榮覺得好榮幸 有這麼多貴賓 從各地來到這個國安國小 來給真榮打氣 那有您的背書 請您 我感覺很窩心 那也請各位嘉賓 您能夠放心 因為未來我辦學 絕對有信心 能夠讓大家不漏氣 好嗎 謝謝大家 謝謝 那也歡迎修音校長 有空再回來國安國小投走 謝謝 長官已貴賓至此 好那我這邊就先邀請一下我們立委 委先幫我們帶來祝福 謝謝 好謝謝 哇很高興看到我們陳真榮校長來接任的那個贈 那個贈贈 那我相信我們國安國小在場的許多的教職員 包括我們剛要到協和國小的我們的賴秀營校長心裡面一定非常高興 尤其是我一進來我看到很多教育界的前輩 這個都是我剛二十年前當議員的時候 他們在教育界可以說都非常非常的受人尊敬 我要特別特別提到我們的前教育局我們合併前的局長 張光銘局長 現在是立者 為什麼我要講這個呢 我要跟兩位校長講歷史 我們國安國小那時候剛設立的時候 學生非常多 但是缺了一個活動中心 我在民國91年92年連任議員之後 跟當時的胡市長拜託說全市有十三所學校有新校社 但沒有活動中心 那時候市長跟我說他希望逐年改善 結果我們當時的局長多好跑來找我 說既然是你說的我們就西屯先做 所以後來先做了國安國小跟上市國小的這個活動中心 我都還記得我們跟局長先跟他鼓掌一下 好不好感謝他 我還記得那時候兩所活動中心 奇怪上市國小只有四千五百萬 國安國小為什麼七千萬 後來局長跟我說跟專科教室一起做 因為我們這邊人口增加比較快 所以我們蓋好之後 開始我們的畢業典禮 我們的活動都在這邊舉行 在我們中科的這個區域裡面 可以說當時都還沒有副科國中 也沒有活動中心 這邊可以說是一個非常好的地點 連我在這個月八月十七號晚上 我都請陸爸爸縮演故事團 來進學校表演 給我們社區的孩子能夠來欣賞 我要講這一段就是說 我們國安國小這樣一個新的學區 經營非常不容易 爸爸媽媽都非常的忙碌 或許在中科上班或許在我們的商圈做生意 或者是有的從海線過來這邊 希望有更好的學習環境 我們很多歷任的會長幾乎都認識 他們都非常熱心 這樣一屆一屆來讓我們國安國小能夠有好的發展 那賴秀英賴校長在任的時候 我印象也非常深刻 除了剛才他講的廁所的政績 看起來好像廁所 大家聽起來好像很小 但那很不容易 他最重要的是附近的交通 因為中科的關係 交通非常非常複雜 我們的常委也知道 所以他不斷的會堪去處理很多的問題 他在卸任前我比較不好意思 他有拜託我會堪過 我們學校其實新環境做得非常好 但是有一些校園地區 因為校數的關係 或者是整地比較不平 有跟我們市政務 申請了一個大概300多萬的一個校園環境的改善 我一直在幫他爭取中央的補助 但還沒有下來 結果今年的6月 我打電話跟校長講的時候 他跟我說他準備要徵選校長 不過我跟陳校長報告 我一定會繼續努力 會來協助 我看到今天 包括我的好朋友 這王中正董事長 說這個他要叫議長 我說這個我壓力就大了 沒有啊 對地方建設也非常關心 包括我們立任的會長 我們張明信校長也是啦 我今天看到交接 大概是我看到有史以來 校長最多的 超過二三十位 連我們 西區我們的那個前議員 我的老同事洪嘉宏 律師都到了 這個是非常不容易 還有我們幾位前校長 都是在教育界非常非常幫忙 我們的里長也都到了 所以我相信我們國安國小 在賴校長跟陳校長接任之後 尤其他跟我說他已經做了三十二年 我說我完全看不出來 三十二年之後還這麼熱心 我們再給他掌聲鼓勵一下好不好 他只要有那個動力去拚 我們做民意代表的 不管是當議員當立委 我們一定全力當里長一樣 我們全力來支持 我們把國安辦得更優質更好 祝福兩位校長 這個在邪惡也很盡 所以我們要一起努力 讓孩子的成長環境更好 謝謝大家一起關心 謝謝 來我們邀請一下我們榮譽會長 班長代表一下 來給我們國安祝賀一下 好我們歡迎我們謝正馨 謝會長 兩位校長 各位嘉賓 大家午安大家好 首先感謝那個 我們賴校長 他今天能夠榮升到那個協和國小 表示他過去對國安的努力 我希望借著大家的雙手 給他秉立 感恩他對國安這些年來的努力 以及付出 祝福他高升和順利 再來這是我們的陳校長 和他這麼大的團隊跟戰戰 跟他過去的行政意願 我相信他來帶領我們的國安 他應該會更真真向樓 消互昌樓 謝謝 謝謝 好謝謝我們謝正馨 謝會 接下來我們邀請我們的科長 雅慧科長代表教育局 帶來祝賀 掌聲歡迎 我們平衛常委 那常務委員 還有我們賴修醫校長 陳正宏校長 還有我們非常支持 在中央協助我們很多教育資源的 香料委員 然後還有我們許靈力校長 以及各位嘉賓 今天嘉賓雲集 我就不一一稱呼 大家午安大家好 我是教育局課程教學科的科長 那首先呢 我代表教育局 而表達祝福跟感謝 首先祝福我們賴修醫校長 他今天容認我們協和國小的校長 協和國小呢 承擔我們台中市校長級教師 專業發展中心的重任 就是帶領著我們整個學校的專業發展 所以祝福我們賴修醫校 在協和國小的校務領導 能夠更上一層樓 那我相信國安國小 在修醫校的帶領之下 學生的各項的表現 大家都有目共睹 所以才能夠有升班的這個佳績 那也祝福我們修醫校長 未來在新的學校校 校務領導 都能夠非常如意 那跟各位報告 我們真榮校 之前在教育局見習的時候呢 是在我們課程教學科 單院課程督學的職務 也就是帶領 就是處理我們課程教學的 一個政策跟執行規劃 所以今天局裡面呢 我們還有市導區 我們藍督學 還有我們宋一貞督學 今天都道場給他祝福 那跟各位報告 真榮校除了在 我們中校國小的一個行政力量 非常豐厚之外 在局裡面的見習 我觀察得到他 除了能力優秀之外 很重要的就是處事非常圓榮 還有溝通能力非常好 那我相信今天來了這麼多嘉賓 這麼多情同好友 可見他的人緣跟人緒 所以我在這邊要代表局裡面 祝福我們真榮校長 帶領著我們國安國小 能夠在這邊發揮他的搶財 大展搶財 帶領我們的國安國小 在非常好的基礎之下 能夠再創高峰 那祝福我們在座的各位家爹 家庭幸福美滿 祝福我們的國安國小 校運昌隆 謝謝大家 好 我們謝謝三位來為我們致詞 那補充介紹我們中校國小 校友會理事長 許世凱 理事長也是我們的家長會的會長 另外我們今天來了很多的校長 有北市國小王慶祥校長 歡迎 還有民政國小 義堅校長 國務堅校長 軍工國小林淑林校長 好 不曉得還有我們會用校長 來 黃琦 黃校長 秀如有沒有來 秀如校長 好 今天真的是集合了很多的校長 來到我們國安國小 希望藉由大家的能量 來帶給我們更大的祝福 那接下來我想邀請的貴賓是我們前台東市的局長 也是我們以前的老長官 現在是立喆中小學的總校長 來讓張光明 張校長 來為我們祭祠 好 歡迎 我們剛好 還有我們曾課長 還有我們曾課長 還有曾課學跟南課 以及今天最難得的中校幾乎全部都到了 立任校長都來了 可見從這個地方可以看得到 甄榮校長是那麼的有人氣 他一定會把這個人氣帶到我們國安國小 國安國小會越來越旺 尤其在我們秀音校長開始 這個學校就開始一直旺上旁 就是從這個學校你要到這個學校來一定要上坡 這個學校是一個上坡的學校 那剛剛張廖萬見立委他除了關心教育以外 各位可能還不知道他對體育的關係 台中市的整個體育今天能夠這樣子從棒球 從足球 為什麼台中市的足球幾乎都在系統體育 這是因為張廖立委一直很快 那因為我九十二年就擔任教育局局長 所以大概這段過程一直到 這裡面跟張廖委員我們都有很多的接觸 不過我想今天一方面要恭賀甄榮校長 也要祝我們秀音校長到協和會 讓協和會越來越好越來越旺 因為這兩個學校都有意思 那是協和會我不講 因為我覺得一個學校的歷史 我簡單的講一下這個學校 這個學校要感謝的應該有一個人 叫做張國輝議員 當初這裡是台塘的地 一片山坡地 全部種滿了甘蔗 那個我擔任是教育局的 國教課的課長 國教課課長就是管理所有 學校的族 社會備都在我國教課 那有一天張國輝議員打電話給我 說這個地方要蓋國宅 但是在規劃的過程當中 沒有規劃學校 他說你是課長趕快要去爭取 所以我就趕快透過各種的關係 各種的辦法 終於爭取到什麼話來迎壞 叫做國安國小 因為國宅所以就叫國安國小 當初大家都說這麼少會發生 因為國安國小 當初都沒有人要來住 921的時候把收財戶要過來 收財戶也都不來住 因為收財戶過來的那一年 我從澎湖擔任教育局長 回到台中來接新聞局局長 那所以很多東西溝通了 工作人員發現說 國安國小沒人要住 這裡也沒有 但是這個學校在創立的第一年 就很有知名度了 他在創立的第一年 就上了一週刊 你說有名還是沒有名 對 那個時候我當時主任都學 局長是六萬七 他說張官民你去處理 我就處理了一個一週刊 各位知道這個時候就有一週刊 結果這個學校就開始有 很有知識度 幾年下來歷任的校長不斷的根餘 這個學校就從 原來就只有招收西層區這附近的 後來瑞蓮天地的小朋友也跑這裡來念 東海那邊的也跑到這裡來 所以就一直整 為了東海那邊 我堅持不收 台中縣的議員 跑到台中市的 教育局局長的辦公室 去指著鼻子罵 台中市的教育局長 我說你台中官的議員 因為我們不收他的鞋子 我說你們台中縣 自己有去處理台中縣 所以後來才有一個東海小學 東海小學還有一個歷史 就不談了 歷史更好玩 它是台中縣西屯區某某國民地區 我說什麼 因為他設的位置設在台中縣 但是他要用我台中市政府的錢 所以就要用常設就要掛西屯區 但是也不對 那個區又不是西屯區 這很多不談 但是我會講說 這個學校這幾年來 在修音校長這樣一直帶 這個學校一直的往上爬 那就從這個坡 所以今天很高興 有這麼多的教育界 大家非常關心教育的到這裡 如同剛剛修音校長講的 有一天如果校長需要支援的時候 希望各位能夠慷慨解囊 就像今天人氣這麼旺 讓國安國小能夠越來越好 因為當初戰略萬間議員 他是議員的時候 所以這裡要蓋 我想說 因為學生那麼多 那我乾脆連教師一起蓋 那把活動中心擺在上面 最主要的公開幹單的 是說我們希望只有學校用 不要有很多人外面來寄 所以才會擺到樓上 所以當初的構想是這樣子 因為我的構想 但是很抱歉 做得不夠大 因為那時候也沒有想到 會有這麼多的學生 真的沒有想到那麼多的學生 所以很多事情是很難意料的 不過我還值得祝福 我們鄭榮校長終於等到 他終於等到 我就開始認識他 75年 他分發的時候 是教育局的人事 學員 附事人 因為我當從學校借調到教育局 我在學校當老師 後來到教育局 他是那個時候進來 我覺得他成績非常好 所以分發到中校國小 已經很不錯 就一路這樣走上來 還有他的老公 張文宏 張主任 張主任 他的另外一半 剛剛就叫他說校長 這個就是校長先生 這個是校長小姐 好 祝福大家 也恭喜 我們 張文校長 終於等到了 果然沒錯 祝福他 恭喜他 我們也祝福 我們國安國小 家長會長都有來 謝謝 希望他會繼續支持這個學校 讓學校越遠 大家平安 謝謝 謝謝張局長給我們的美麗 那剛剛提到呢 就是 還有另外一位前局長 教育局長廖萬青廖局長 他昨天呢 也打電話給我說 因為他今天 有另外一個行程 所以他今天沒辦法過來 那廖局長也提到 國安國小是他 在在任教育局長的時候 也就是20年前 那時候是他的 來做設立這個學校 所以我今天很榮幸 有兩位局長的一個祝福 那 因為 現在已經快十二點半 所以我們可能致辭的部分 我就 會稍微 沒辦法辦到所有的 這個長官來賓 那也請大家能夠見諒 那最重要的 我先邀請我們中校國小的 許校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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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委 還有兩位校長 以我們在座的所有的反觀 貴賓 還有我們前輩 我不一稱呼 因為時間的關係 那大家午安 大家好 以中校的校長的身份呢 那今天呢 非常感謝我們中校的同仁 來 附送我們正榮校長 到國安國小來就職 那這個感覺呢 就像這個是在嫁女兒 嫁女兒 那在這裡 我也以一個 中校家長的身份呢 特別感謝 我們賴秀英校長 跟賴秀英校長 所領導的行政團隊 家長會之中隊 國安國小 經營了這麼好 這麼優質的學校 讓我們正榮校長 可以來承接 那我也很期待 正榮校長 在國安國小就任之後呢 能夠期待我們 國安的家長會 自中隊 甚至我們的教職員工 都能秉持著支持 秀英校長的這樣的 精神跟態度呢 繼續來支持我們正榮校長 讓他可以發揮長彩 然後運用所學 發揮他的教育理想 讓國安國小的校育 越來越昌隆 就只兩點 很誠摯的齊綿 那謝謝大家 與兩位校長 謝謝 謝謝許校長給我的鼓勵 那其實呢 我要講到說 我們的許校長呢 他的這個 輔導的校長 有兩位考上 那我們李正中校長呢 有校長 考上那個校長 是我們最會培養校長的 一個前輩校長 那我們哪一位校長呢 都很厲害 而不曉得哪一位校長 要來再幫我們講一講話 是 請議員來為我們 來勉勵幾句 我除了關心教育以外 我更關心民生發告 所以不要這樣 謝謝 我們請我們的家長 家長會 來勵是結會 我們中校的家長會 易堅強 那也請給我們會長 掌聲 賴校長 陳校長 林林校長 藏料委員 各位貴賓 大家好 今天很開心來參加這個交接的典禮 那我要代表中校國的家長會 感謝真榮校長 在過去對中校國小的付出和貢獻 那一方面呢 也祝福他在國安國小呢 可以大展長財 那 校運昌榮 祝各位貴賓 身體健康 平安喜樂 謝謝 今天除了校長來很多之外 其實我們中校國小的會長 會長也來了好幾位 我們是不是所有會長來 你們會為什麼嗎 有易坤會長 四傑會長 還有王文森會長 還有我們邱平會長 我剛剛看到 我葡王會長已經先離開 還是很感謝 那補充介紹 我們還有那個 剛剛有幾位到的 對 校委會理事長 我們請我們的許世凱 理事長 跟我們講講話好嗎 他都很客氣喔 都沒有幫我們來再致辭 那不管怎麼樣 真的是民生問題很重要 所以呢 我們的全人 立皇理事長 來來來 我們立民了 就給我們簡單講幾句 謝謝 謝謝嘉賓 大家好 剛剛講說民生第一 那在這裡呢 我恭賀我們兩位校長 能夠到新的學校 都能夠效運昌榮 我們謝謝 謝謝大家 那在這個製政念品之前呢 我再補充感謝 也就是 修運校長 在這個國安六年當中 讓我們的國安的這個 蓬勃發展 那我剛剛呢 沒有這個好好的 感謝一次 所以現在呢 我還是再來補充 來感謝我們修運校長 在國安國小 這六年當中 跟所有的 我們的老師 還有家長會 跟志工隊 跟小朋友一起努力 所以國安的足球隊 還有我們的各項比賽 都是表現得非常亮麗 那我會秉持著 這樣一個良好的基礎 良好的看學績效 會繼續來為國安的師生 來創造更多的幸福 謝謝 那我們接下來 製政紀念品 對不起喔 在製政紀念品部分呢 因為民生問題最重要 剛剛議員有提醒 所以呢 我們呢 就先來頒 我們的國安的紀念品 跟中校家長會部分的紀念品 跟就是這三個先頒 還有全人的部分 那其他的部分呢 就我們代理呢 一邊用餐 一邊再來 來頒我們的紀念品 好嗎 謝謝 我們先請修英校長上臺 我們要製政紀念品 首先我們請國安國小榮譽家長會長聯誼會 代表上臺 為我們製政紀念品 也歡迎各位榮譽會長 可以一起上臺 接下來我們請國安志工隊先預備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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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農譽會長 接下來我們請我們製工隊 由小雲隊長代表致政花束 也歡迎我們的志工 志工媽媽們可以我們一起合影 謝謝秀英機校長這一段的領導 接下來我們請國安國金班開代表到舞臺堂 謝謝 謝謝 請臺中市家長會長聯盟來代表致政紀念品 我們謝謝我們修英校長 接下來由國安國小學校代表 要先發給我們新任校長 真榮校長 由我們德烏市主任 清爐主任代表 也要歡迎我們正榮校長 擔任我們的校長 謝謝 接下來我們國安國小學校會 致贈精美的經驗牌一面 由我們校長會代表 上台致贈 我們請我們當會長 謝謝 家長委員 郭凱文委員 擔任代表 為我們致贈家長會的 精美的紀念牌 現在由國安國小教育志工隊 由我們前任隊長 朔宏 戴平 現在由國安國小教育志工隊 由我們前任隊長 朔宏 戴平